大家好,歡迎來到Paper Papa 今天我們會講2021HKDSE Paper 2 Part A 今天我們除了會一起拆解這個題目之外 我們也會去看看Markus的要求 之後我們會看一篇五星星的sample 首先先介紹一下一個工具 就是GPAC 在拆解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會想知道這個題目的genre 它的要求是什麼 Purpose 目的 Audience 就是這篇文 或者寫作的受眾 而Context 就是環境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看看Markus的要求 Part A 就是 Short Writing Task 我們會知道這個考生的角色就是 Road of Students 就要幫他們的學校去搞一個 Annual School Fair Annual School Fair 而Candidates 就是考生 它需要在一個 Morning Assembly上去講這個 Announcement 而你的工作就要寫這個Announcement 那其實這些資料已經在那個Post 裡面 顯示了出來的了 那大家可以看回那個Post 作為一個 Writing Prompt 你也都會看到這裡有寫到 Purpose of Writing 其實都呼應我剛才所講的GPAC 這四個寫作的工具 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知會你的觀眾 和說服他們去參加這個活動 去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呢 甚至要請他們去幫忙 去搞這個活動 那很自然 Target audience 就會是你的同學 那當然在場 可能都會有老師 校長等等 那有一些general comments 那就是有部分考生 其實是很能夠用一個Prompt 去發展他的ideas 那至於做得好的會是怎樣呢 就是他能夠給到一個Purpose 和Background 關於這個School Fair 然後呢 亦都可以給到很詳細的Description 那其實呢 Paper 2的Part A 很多時候都是講一些 關於學校的情境 或者學校的活動 那如果你可以做到 象徵度很高的話 那其實你自然就會拿到 很高的Content的分數 好 那你亦都要吸引Target audience 那還有呢 你就是需要留意 其實 audience 去需要些什麼 那你都要講 就是 通常就是 可能要很Direct And to the Point 還有很精準的 去講出 你的需要 去說服他們的 就好像一般的Morning Announcement 那樣 那在Content的時候 那他就講大部分的考生 都可以 在拿到 那些Content 在Poser 拿到那些Content 那如果 那一部分人呢 可能就會有多些解釋 去給多些 資訊 他的聽眾 做得好的同學 甚至呢 甚至呢 就會去講 邀請他們呢 去Design 一些Promotional Materials 那這樣 那如果 你自己呢 可以加到一些 在Poser上面沒有的活動 那其實呢 都可以的 你不一定要跟足整個Poser 那還有呢 就是這些活動 怎樣可以跟 這個 School Annual School Fair 有關係 那Language 很自然呢 你需要用多一些 去 情感上 或者去邀請他的用語 去吸引他們去參加這個活動 那當然呢 在場其實是有老師 或者校長 那你可能需要用一個 formal的 但其實呢 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 的 亦都可以用一個 informal的 這樣去 因為呢 都是你的同學 朋友 邀請他們去參加 High Performing 做得更加好的同學 他們呢 那個 平衡會比較好 可能既能夠 顧及到他自己的身份 顧及到學校的需要 亦都顧及到呢 同學 即是他的需要 就是邀請他們去參加這個活動 那你會見到呢 原來考評局 對於這個 adjectives 和adverbs 都有一定的要求 那他都需要呢 用這些 可能就是我們講的 口語 去 describe 這些活動 那 tenses 比如future tense 就會講一些 將來發生的活動 那所以你就要用future tense 而organization方面呢 那當然最基本的就是分段 你沒有可能一段過 也沒有可能只有兩段 那你需要用一些discourse markers 那discourse markers 去link paragraph 最基本最基本的行為 我們經常會見到就是 例如 furthermore moreover 那這些就是一個 word level的discourse markers 去幫你去link一些字 那 有些考生呢 其實就沒有 好 將你的idea 平均地分佈 那有點亂的 那 甚至呢 就是 沒有做到最後一部分呢 去邀請他的同學 去organize 的event 好 那我們呢 先簡單 拆拆題目 之後我們再講一講 你 我們 今天的重點 就是一個 五星星的sample script 那 這個 文章 其實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 那 可能一個就是開頭 中間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 purpose 好 我們可以看一看 剛才我們都講了 這個genre 是一個announcement 可以是informal 又或者是formal 那 那book purpose 其實很明顯 purpose有三個 第一個 你需要介紹這個活動 你需要告訴我 那些活動 會在哪裏發生 會做些什麼 那 如果你就這樣 單單以為 在哪裏發生 那其實就不足夠 那你需要介紹一下活動 另外就給大家多些資訊 那第三個呢 也是剛才 考評報告裏面 有講的就是 很多人呢 都漏了的一部分 就是 告訴那些學生 他們可以怎樣幫忙 那 我相信 大家都很清楚 就好像平時 一般學校的announcement 就是morning assembly 那樣 而至於context 就是那個環境 context 這一部分呢 其實呢 之後呢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片 去跟大家分享 可以怎樣去 令到的作文更加豐富 那我們現在呢 看看這個poster先 那這一間是一間 叫做Hong Kong Ban Yan School 那這個呢 是一個annual的活動 就是每年都會舉辦的 那也都呢 似乎不是第一次舉辦了 因為應該呢 不斷都有的 跟著另外呢 那很基本的一些 日期啊 時間啊 那樣 還有你看到呢 都有不同的攤位 那可能是美食啦 遊戲啦 手工啦 學生的表演啦 那另外Displays of Work 可能是一些學生的畫作啦 等等 原來呢 還有一個alumni的football match 就是一個比賽 那可能有些獎品 也都有一個收費的 然後呢 你發覺呢 原來呢 除了現在的學生 老師呢 其實原來朋友 甚至家人呢 都可以參加的 那contact的details 你會看到呢 要聯絡一位叫Chris Wong的同學 那還有呢 volentiers 就是 他都需要一些義工呢 去幫忙 那似乎呢 你就應該會是 可以扮演Chris Wong的這個角色 那回到Context 那裡 Context 其實呢 就是怎樣令到 你的篇文呢 更加像真 更加能夠呢 真實這樣呈現到 一些 這個Task的details 譬如 你可以幻想你自己 就是一個SA的Chairperson 都可以的喔 那你都豐富了Context 那當你是SAChairperson 的時候呢 那你更加有個角色和身份 去invite那些人呢 去參加這個活動 或者你更加名正言順 去幫忙organize這個活動呢 那除了你可能說自己是SAChairperson之外 那其實Context 另外幻想 其實會不會說 其實我們學校都是一間 有很有歷史 很有傳統的學校呢 有很多不同的tradition呢 那其實都可以幫到你呢 在這篇文裡 有一個更加好的發揮的 除此之外呢 那可能就是說 有alumni 那會不會是 校友的一些活動呢 有些什麼校友的活動呢 或者校友怎樣 在這個School Fair裡 扮演著一個什麼的角色呢 那其實呢 這些呢 我都會在歸類 下去Context Context Context 就是你想像的空間來的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事不宜遲 就直接看看 一個五星星的Sample 那 這一篇文呢 就在它的Part A裡面 就拿了21和19分 那其實都是一個很高的分數 你都會見到是五星星的分數 好了 那我們再看看 好 好 那這裡呢 開頭呢 已經給了你 就是 有校長啦 Teachers and fellow students 好了 跟著我們就看片 The big day for our school The annual school fair is going to be held on 29th of May Saturday Full stop 那之後呢 一句已經 短短一句呢 已經給了 post裡面一些 basic的資料 OK Big day for our school 那就是一個大的日子 那 As one of the long standing traditions of our school 其中一個呢 很有傳統的 其中一個的傳統的 我們學校 那其實呢都是一個 context 的數字 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我們是有很多不同的傳統 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那個authenticity 即是說呢 整篇文那個 象徵的程度呢 又會高了 其中一個long standing traditions 那大家都可以學了這個 vocab 之後 The school fair will feature a great variety of treats a great variety of treats 就是一連串的活動 the variety of treats 那不一定只是糖 才是trick or treat 那treat 就是可以有一些 experience 的 feature 是聚焦的意思 great variety 就是一連串 有很多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ik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的意思就是 老師和學生都同樣地 都可以得到這些 treats 可以享受 it also offers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剛才呢 如果你還記得考評報告 有講adjective adverb 那這裡就有了 除了講an opportunity 你都可以形容它 是一個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一個很珍貴的機會 for the past pupils together and savor OK 給他們聚在一起 savor 去試 體驗 跟著 nostalgic feeling nostalgic feeling nostalgic 就是一個 可以說他們重新重拾一些 舊的回憶 nostalgic feeling 這也是一個可以給大家 去認識的生意 that comes with visiting this familiar campus where they grow up in 給大家回來 聚馬一齊 這裡你們都會見到 其實都是一個context setting 他說呢 這個是 the thirtieth year for the school fair 這間學校原來已經去到第三十年了 那些人經常說 啊 part A好像沒有什麼作 沒有什麼寫 其實這個呢 set一個context 就是令到你的內容可以更加豐富的一個過程 This is the thirtieth year 就是今年是第三十周年 那 we have made every endeavor 我們呢 盡了力 每一分力 去 endeavor 就是努力 made every endeavor to create this glamorous 去創造 create this glamorous event OK 一個很精彩的event and turn it into the most unforgettable day of your life 將它呢 轉化成 turn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成為一個 most unforgettable day of your life OK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introduction 那你都已經見到呢 在單單一段的introduction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 vocab 也都為一篇文 set了一個很清晰的context 之後呢 我們move on去看第二段 you may be wondering what's so unique about this year's school fair 這裏呢 他就用了一個 rhetorical question 其實呢 都是很多不同的文章裡面 都可以用到的一個技巧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 反問句 OK 反問回 其實呢 都可以跟audience engage 有一個互動 所以呢 反問句都是一個 修飾你文章的一個好的技巧 wouldn't it be exactly the same as what we've already experienced 那麽不是已經是一些我們體驗過的東西嗎 I can tell you that this is far from the truth 我可以告訴你呢 這個絕對不是真的 那麽都是自問自答 啦 some highlights for school fair this year include the breathtaking performances breath-ticking OK 那麽他再一次呢 都不斷有一些 符記啦 是展現了出來的 organized by our award-winning school band sorry award-winning school band 一個得獎的樂隊樂團 the musicians are going to perform some of the most well-known pieces well-known pieces 那麽都是一個vocate 那麽其實呢 亦都是context setting的一部份 大家可能都會見到 他有很多名校啦 那麽之類 都會有很多學生的團體 可能是school band 你又會見到 他 不同的performances 那麽 那麽他表演 有mosa 有一個 Norton Op9 那麽你這麽都可以見到啦 the stunning performances will surely allow you 絕對啦 會令你啦 OK 那麽是下一把啦 to immerse in the musical world 令到你呢 可以沉聚在一個音樂的世界裏邊 but what if you are not a big fan of melodies and tunes OK melodies and tunes melodies and tunes 其實呢 就是在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音樂 OK 其實就是音樂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修詞的手法啦 No worries as we have also prepared this place of arts and crafts for you 那麽其實 arts and crafts也是那個 poster裏邊有提到的東西啦 The calligraphy pieces and Chinese ink paintings Both of which Beat on the ones both of which feature the rich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dynasties thousands of years ago 那麽你這麽看到了啦 那麽那麽な你這麽看到啦 那間學校裏邊除了音樂啦 那麽除了... 那麽可能稍微會說運動啦 那麽都有講它的一些文化藝術 那見到這間學校一來就很真實,二來就是歷史或者一些發展都做得很好的一間學校 那都是一個context setting 的部分 之後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The western music performance and the displays of Chinese artworks truly symbolize 這裏的context setting絕對有它的作用,其實它就是說這些音樂的表現、中國的藝術 其實就反映了我們學校在一個學地方很注重cultural diversity and vibrancy 那就是講學校有一個很豐富的文化和多元的文化和很精彩的 Apart from aesthetic development,除了一些文藝的發展之外 其實學校都很注重physical development We put much emphasis on phys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thus the alumni football match is held to embody the meaning of holistic development 正正正呢,它就這樣去串連了它,就說一個alumni football match 就是體現到學校的一個全面的發展 The match is not merely a means for past graduates to bond 即不是只是一個渠道,a means 記得,means,它都是有s的 因為means,如果說是一個渠道的方法 按M-E-A-N-S才是對的 for past graduates to bond but also a way to stress that our school nurture all-round individuals 那就是一個方法去培育一些全能的individuals 那你會見到這間學校的文字裏面 可以看到這間學校 它很注重音樂 很注重藝術 亦都很注重體育 亦都是一間很多元發展的學校 正正就是一個好的context setting 以及用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將這些活動串連出來 講了一個很好的story 去串連了所有東西出來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the big day after knowing these activities? 那這裡亦都是重新有一個反問句 他問你是不是很期待 Do you want to take part in this event? 他用這個方法作為一個lead-in 去剛才我們說的第三部分 就是要邀請學生去做student helpers 邀請學生去做student helpers 然後他就有說了 Do you want to take part in this event? Not just as a visitor 那就是一個吸引他 就是不要只是來看 亦都可以幫忙 But as a helper who facilitates facilitates 去幫助這個school fair If yes,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become a volunteer and contributor 做一個義工和一個貢獻者 去幫一個這麼有意義的event 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adjective 還有有一個reach the language Some of the duties include setting up the game stores 他們都簡單講一下有些什麼 duties Duties include setting up the game stores in the playground Decorating the campus 這個是一個 見到一個parallel structure Let's start with ger Setting up Decorating the campus And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queues during the day The school fair will certainly become a more memorable day With your efforts and help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persuasive的作用 即是他說呢 我們的這個school fair 有你的幫手 才會成為一個memorable day 有你的幫手 很自然就會成為一個memorable day 那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跟觀眾的互動 記得要你的觀眾就是學生老師和校長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knowing more about the work of a volunteer or if you want to register as one Please contact me Chris Wong in class 6a or the teachers in charge for a school fair Mr.Smith and Miss Young 那這些都是很大路的 一些就是告訴你怎樣可以聯絡到我 其實都是跟什麼有關呢 跟authenticity有關 就是很象徵 跟真實的一個morning assembly裡面的announcement 好似的 那最後的收尾 當然都是要去invite人 亦都可能去show hope 或者很多時候就是多謝大家 這樣子之類 The school fair would definitely be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這個是一個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for all of you Let's all reserve 29th of May from 12pm to 4pm 那就叫你呢 記得留一日 這個十二點至四點 去enjoy the intriguing events 去享受一個很吸引的活動 Prepared for you See you on the big day Thank you 好 那這個2021的HKDSC Paper 2 Part A 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就來到這裡 如果想繼續收到更加多關於的資訊 那就記得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們 另外如果你想收到這個文章的word doc 我們記得在你的comment那裡留下你的email 還有留言告訴我們有些什麼你想知道的